您现在收听的是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若惠法师 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弟子 生于信佛之家 自幼如染佛法 常养向道之志 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圣之际 在台湾李谦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 法师学佛不拘一门 而能生气佛教经藏义理 通习各教派理论 出家之后数年 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 1990年 以金刚般若波罗秘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 完成硕士论文 1996年 若惠法师赴美参访深造 数年之后 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深教 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 容认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 2015年 升任华藏寺住持 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 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 为美国民众和世界的慈悲 幸福 安乐 众生的福会圆满 解脱成就而努力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 借心经 说真谛节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要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 助持若惠法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若惠法师好 小卫好 各位听众好 法师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在最后的部分就播放了 南摩羌佛的西式绝唱里面的作品 我想有很多的听众也和我一样 法师你提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点怀疑 可是直到听到了 我们就觉得 这个音乐作品也真的是蛮特别的 有的听众也觉得 这个没听过非常的喜欢 但法师你也提到 福建不是有一位 瘫痪很多年的老住持吗 他听到南摩羌佛的歌声 瘫痪的下肢竟然开始产生了知觉 佛头的歌声 他会有这种加持的作用在里面吗 是啊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这个就真的 因为如果错过的节目 我建议听众能够回听 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有 所以也希望我们听众能够听到最后 是不是这么不可思议 我觉得大家要听过才会知道 那要不请法师跟我们说说 关于南摩羌佛的歌声的一些例子好了 好 其实听到南摩羌佛的歌声 获得加持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太多 那我举一个我自己亲生的例子 我的母亲 她就是听到南摩羌佛的歌声 她也得到了加持 曾经有一阵子 我那时候也是才接触到法医 跟着学习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的母亲她生病了 送医院治疗 一直都没有好 后来甚至接到病危通知了 那么在那一天的晚上 正是很危险的时期 那我就放着南摩羌佛所吟唱的 六四大名奏的CD 结果整夜到清晨 就一直闻到很奇异的香味 这真的不是我们人间的味道 然后我的母亲 她在经过这一夜之后 她整个人精神都转好了 而且最后身体也慢慢变好了 那么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所以我只能说 感恩佛陀的加持 非常不可思议 这是真实的 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期望太高 可是它就出现了这样大的效果 那今天若不是肉慧法师 亲口告诉我的时候 我其实就真的 老实说会产生很多的疑惑 但我们也同时听过 音乐有疗愈效果 然后歌声也会有 治愈的这种功效 可能或许就是同样的道理 只是说它的力道 有大跟小的区别而已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毕竟我们之前 有介绍过南墨强佛的歌集 那么那里面集入了 佛陀的歌曲有三十多首 那么就说佛陀师傅 在唱歌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佛陀师傅唱这个歌 都是一位师兄录音的 所有的都是在心经坛场录的 那么录的时候 那位师兄就当下见证了 佛陀师傅的歌曲本身 非常大的加持力 那么我就说佛陀师傅 这个歌曲 它的加持力就有一个现实的 譬如某一次有一个师姐 她的婆婆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出了意外 摔倒在这个鱼缸里面 那因为年龄大了 所以摔倒后不仅骨折 而且人马上都快不行了 休克了 看来好像就是马上都要走了 那个样子 那么这个师姐就赶紧打电话过来 那么当时佛陀师傅正在弹场 唱这个心经 然后他们就求佛陀师傅加持 那佛陀师傅就说 好好好 这时候呢 一首心经 佛陀只唱了大概三分之一 还不到一半 佛陀师傅就说 哦行了行了 没有问题了 果然啊 那个人他已经转为为安了 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因为呢 所有的心经都是在弹场唱 就是呢 在这边唱 然后呢 他在另外一边呢 就得到加持 也就是呢 他们知道摔倒了 赶紧送医院呢 在医院觉得不行了 所以来求加持 然后佛陀呢 马上在弹场 唱了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的心经 结果呢 佛陀就说 好了 没问题了 果然啊 就是说呢 这个已经安稳下来了 那个人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呢 他骨折的问题 当然还是要慢慢去恢复啊 那么就是这样子 法师啊 您说到这个听歌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变成了一种日常嘛 那也就是说 听歌也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是听佛陀师父唱的这种歌 我们应该要有不同的一种态度 对吧 其实呢 也不用讲的那么严肃 就是说 你即使你要睡觉的时候听 其实都可以的 有具体的一些什么环境 因为我们有人说 哎呀 听歌是不是也要讲究环境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假如是说 你真的本身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你有所求的话呢 那我们想 我们应该有一个 就是求的态度嘛 对 所以可能你就会 表现得比较虔诚 那么这个身体姿势啊 各方面啊 就会讲究一点啊 对 至少我是这样理解啦 对于一首有感觉 或者是对你有触动 有帮助的歌 它应该不仅仅是一首歌了 它里面那些内容 它的情绪 它的气氛 或者说它的一种 很奇妙的效果 就已经 它不仅仅是一首歌了 我们只能是这样子理解了 那应该是说 你态度上是比较深重的 有很多人那搞不好 也还是很散漫的这么去听 但是呢 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 如果是佛陀的歌曲 其实都有加持作用的 那所以法师 你想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 佛陀师父的歌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 让它能够有一些效果 或者是听起来 它不仅仅是一首歌呢 关于这一点呢 在这里 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 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来欣赏佛陀的歌唱 第一 佛陀所唱的歌 除了《心经》和《六字大明咒》以外 其他所有的歌词 都是佛陀自己所写的 大家看了就知道 这些歌词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对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工作 都有指导和警示作用 很多人把这些折言 作为他们自己的座右铭 第二 就歌唱艺术本身而言 佛陀的歌唱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有低音深沉的 有高音嘹亮的 有中音欢快的 有一个师兄 他就跟我说过 他特别喜欢听 南无羌佛的《空谷仓侯》 他说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他的整个身心 就融入到那种苍茫无界 宇宙洪荒的那种境界 整个身心得到一次洗涤 第三 作为一个佛弟子 无论是以放松的心态 还是虔诚的态度 去听佛陀的歌唱 都能得到加持 我前面也讲过了一些例子 这是真实不虚的 只是越虔诚 得到的加持就越大 当然 要真正理解到上面三点 我想我们至少 先去请得佛陀所唱的歌集 一共有七片 不管你是请哪片 请一片也可以 你就试着自己去听看看 因为这个其实也就说明 就是佛陀师傅所唱的这个歌曲 我们不仅仅把它当作 一般歌曲来看待 它本身具有一种 非常大的加持力的 很多人把它 比如说当自己家里 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担心什么奇怪的现象 然后就放这个歌集 然后马上他们就会有感觉 家里气氛就变得祥和了 某些意象甚至都消失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居士 他们都有这样在做的 这是真实不虚的 营造一种环境跟氛围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 从而改变有一些 很多可能我们的状态 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朋友 都应该非常的认同的 法师因为您在过往的节目中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受访的法师 他们也提到佛法是科学的 今天您是否也可以告诉一下 我们的听众 为什么听到南摩羌佛的歌声 可以得到加持呢 如果今天针对一个 比如说理工男法师 您这样讲 他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 这个太神奇了吧 会不会有一点迷信呢 不太符合科学的原理 之类的这种的说法呢 其实我们佛法也是讲究科学的 那么这个里面要说的问题就是 这就是南摩第三十多节 羌佛一直强调的 佛法是科学的 为什么说佛法是科学呢 因为它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它要有实际的表现 实际的效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 看得到摸得着 而不是一些虚幻不实的幻影 或所谓的梦境 第二个方面呢 它可以正虚位 也就是真位的位 那什么叫正位呢 就是说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人 或者不同的人 我们只要按着这个方法去做 它就一定会得到相同的效果 因为呢 这就是科学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实验 你做一百次 它都会得到一百次相同的结果 这才代表它是真理原理 那我们把一个球 从高处丢下来 它一定会往下掉 这就是重力的作用 佛法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按照佛陀教导去做 你一定就会得到解脱的这个结果 所以叫做正位 就是正是正量的正 位是位造的位 也就是人们衡量一个 是不是科学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也可以说明 佛法呢 它是一个科学 那么这个加持呢 看起来呢 会被误认为说是迷信 其实什么叫迷信呢 迷信呢 是因为它有些现象 我们解释不了 可是呢 对佛菩萨而言呢 佛法没有解释不了的问题 都能解释 但是对我们众生而言 有如我们自己的意识 我们知识的狭隘 所以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导致我们的智慧 就开复不了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呢 对佛菩萨而言 它本身呢 就是智慧啊 神通啊 还有呢 它的各方面的正量啊 那个都是非常广大 无边的 所以呢 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 那么佛法呢 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只有佛法 它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不要对你解释不了的事情啊 或者你觉得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把它用一个迷信来盖瓜了 不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呢 佛法对于不同的人 它有不同的切入的方法 迷信的人呢 有迷信的切入方法 那么理性的呢 有理性的切入方法 这就是佛法呢 它其实是可以实证的 对 起码不要把这个 接收未知领域的一些讯息的大门给关闭 是 因为你要持开放的态度 是 那未知 我觉得人总会有局限性嘛 你总不能此刻我都知晓了全世界所有的东西 可是无知承认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好奇心 促使你去继续的求知 所以听完法师您的分享 我们也清楚啊 就觉得佛法 它是有科学的 那也谢谢法师分享完这个 简单易懂 但是有非常多的人呢 可能就会带着同样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疑惑 今天呢 也是2023年1月1号啊 那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也希望法师在节目当中呢 可不可以再为我们的听众啊 播放一首南摩羌佛的作品呢 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够聆听过后 也能够得到加持呢 嗯 好的 那就再播放《心经》其中的一曲 希望呢 透过南摩羌佛的歌声加持 听众 大家一切都吉祥安康 好 那请各位呢 就接下来一起聆听南摩羌佛亲自唱诵的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神》 哦 心神不愿意都市 朝阳无望干 独野节骨温 在地之 随风脱补一世 同皆是谁 谁皆是空 首相信使 以我作诗 尊与之 支出方向 不生奴隶 不高不尽 不等不见 支出方中无谁 不首相信使 不厌的身体 不生奴隶 作诗 不生奴隶 来自我一世间 不明有明天 来自我老师 也有老师今 不自我一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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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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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听众也可以一保二福 在这里我也诚心地祝福小伟跟听众们 在新的一年身心平安 吉祥圆满 福慧增长 好 谢谢法师 在最后提醒大家 法师所在旧金山华藏寺的电话号码是415-920-9816 415-920-9816 如果想获得《借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联系圣机4电话号码是626-797-1590 626-797-1590 好了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边也结束了 谢谢若慧法师 我们下次再见 好 阿弥陀佛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